草原退化不仅让昔日美丽的大草原正在消失 也让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陷入贫困 修复草原生态系统迫在眉睫 大地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坤 与我们一起探讨如何通过发展生态草牧业 让草原恢复昔日美景的同时 也帮助牧民脱贫致富 发现乡村 读懂中国 欢迎来到大地讲堂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李七月 对于旅行者来说 草原是感受辽阔的地方 对于牧民来说 草原是赖以生存的家园 而对于城里人来说 草原是优质的牛羊肉和奶制品的生产基地 其实很多人还不知道 草原更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生态屏障 那么今天关于草原的话题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坤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 电视机场的观众朋友好 那么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呢 也可以下载央视频手机客户端 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搜索大地讲堂栏目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将会随机抽取一名留言网友 送上一份我们准备的特别礼物 今天还有一些线上的嘉宾和观众 将会和我们一起参与录制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 你们好 你们好 你好 你们好 大家好 关于草原的话题 我们把时间交给王老师 有请 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非常喜欢爱情先生的一句诗 为什么我眼里长寒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出生在那某草原 上大学是学的是草原真业 1985年大学变以后 我第一次到河北坝上考察 看到白毛毛的减半和风沙 遍地的一个退化草地 当时感到非常震撼 我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曾经给我们讲 森林是地球的肺 实地是地球的肾 那么草原就是地球的皮肤了 那么地球皮肤要是快痒了 那我们治疗起来就非常麻烦 所以这草原退化 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那么草原的餐食和退化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那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我们人类对草原的过度利用 烂楼 烂挖 烂啃 现在我们草原已经90%的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那么这个退化的草原 不但是让我们牧民 实际着赖以生存的环境 也使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1994年 我在河北坝上地区 创建了第一个实验站 那时候我带着我的学生 开始进入这个苏鲁滩草原 开始研究 这可是我们国家 在农牧交叉带 设立的唯一的一个 国家仪式验站 它代表的面积 大概是80万平方公里 自从从事草原研究以来 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草原退化 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那么退化的草原 还能不能再回复到 一往那种风吹草地 建筑员那种景观 那么同时 有没有那种办法 既让生态恢复了 还让牧民能够富裕起来呢 那要得到这个答案 我们只有去亲自去实践 1994年以后 我们开始在 河北坪的苏鲁滩 开始进行研究 这个苏鲁滩呢 那可是一个大碱盘 大概有几万亩吧 能打一片 全是白茫茫的碱盘 碱盘呢 碱化草地 就跟人得感冒一样 有的是吸菌性感冒 有的是病毒感冒 所以说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当时参照了 国内外的这种经验 选取了物理加生物方法 来治理这个特化草地 通过排除地表的一些碱份 给土壤 食一些农家肥 或者是加息粪便 再补充一些耐盐碱的牧草 最后啊 通过轻度的化去轮木 最终使这个草地啊 恢复到一种很好的状态 然后再补博一些油粮木草 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就把另一片盐碱地啊 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那么我们总结这个方法 就要以土壤未核心的 推荒草地这个修复理论 我们现在已经在北方草类似地区 大面推广应用 证明它是一项很好的创新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农村牧区啊 这个落后地区来发展种草 这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一开始到河北坝上 种草的时候 不被人们理解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在我们自古以来啊 这个草都是自生自灭的 寒少有人去种植 那么当时啊 我们在这个地区要推广种草 那我们就选择了十几户来做实验 像村里一些有点文化的 而且比较开化的人 那我们选择这十几户人家 二百多亩土地 我们在上面开始种一些油粮木草 冬天的时候收割木草 收割木草以后 然后尽清除 当时啊 当地人们也很不理解 认为说是这个 一个是种草不能种 另外就是说是 这个清除啊 会本人毒害掉了 但是呢 经过我们当年秋天 把这木草种了以后 他们当年家序都没有死亡 而且第二年的这个效益啊 提高了几倍 这就让当地的农民呢 真正正正正地看到这种例子 那第二年呢 大家就踊跃地去种草 从一开始种了两百亩第一年 第二年我们一下子发展到几万亩 清除下也发展到几百较 那么这项技术就在我们的这个地区啊 就推广开来了 像一些大型的乳鸡啊 基本都在我们的实验站周围啊 建立了他们的这个基地 不但是草有了 同时啊植被也恢复了 那么这个实验站呢 每年接待数以千计的学生 和来站研究的科学家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那就是英国洛桑实验站的副站长 来我们站点考察 当时他看到我们这个草原上 出现了蘑菇圈以后啊 一般数以大拇指 这个草地一旦有蘑菇圈了 那么草地就说已经变得很好了 而农业部啊 跟国家林草地的这个官员 到我们实验站看了以后 也都夸张我们这是为国内 竖起了一个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片 这个对比的草地 当年的时候就这种减半 那现在是也恢复成蘑菇圈 这真是在国内来说是一个奇迹 那么退化草原呢 它是长期来 人们对草地的过度利用造成的 那么治理起来 也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来入手 在这方面 我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这个山水林田湖草 这个综合治理的思路 其实是给我们治理这个退化草原 指引一下道路 那么在国外啊 发展虚木业 主要是靠种植牧草 而不是靠天然草地 你想美国啊 它会把最好的土地 拿出来种植牧草 牧草啊是美国第四大作物 它现在种植的面积达到了 一千多万公顷 那么它最好土地来种牧草 那么天然草地呢 主要是用作了一个生态保护 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像美国跟这个加拿大 澳大利亚这些熊木业发达国家 它们的熊木业产值 都已经超过它们农业总产值的 50%以上 这个道路啊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去认真学习的 通过种氧结核来减轻草原压力 恢复草原生态环境中一个道路 我们国家地区 西北地区的草原呢 出现了很大的程度退化 我们这个虚木产品呢 现在90%的是来自于我们东部农区 和西部地区只产生10%左右的许产品 大家看像牛羊肉啊 这个曲线是在逐渐增加的 像我们的猪肉啊 其它是在逐渐下降的 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去通过种氧结核 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说白了 种氧结核就是要改变人民观念 以草定区为木而种 彻底减缓天然草地的压力 把草原文化跟农村文化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草原 保护我们的家 好的 谢谢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演讲 您这个演讲真的是 一个大型的为种草种草的演讲 这网络流行语 我刚刚听您说是把盐碱地变成了绿洲 然后绿洲又长出了蘑菇圈 这个蘑菇圈它具体来说 是意味着什么呢 一般草地只有草地生的环境变得很好了 才可能出现蘑菇圈 退化草地是不会有的 它实际上是真菌和牧草共生的一个状态 在外国常常叫仙人圈 在这个草地上一圈一圈 这草长得很绿 蘑菇就在这个绿圈上长 所以说牧民地采蘑菇的时候 就到圈上去采 这就叫蘑菇圈 这个草地还需要补重吗 这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吗 不是生命力最顽强的植物吗 当然了 是这样 但是天然草地生产的草 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 可是我们现在羽木业发展当中 不能完全靠天然牧草去 那么需要种这些牧草 这些牧草它的产量高 品质好 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发展羽木业 必须要种养结合吗 那当然了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人们生产咱们是用业的时候 主要是靠天养虚了 就在草原放牧 但是现在随着我们人口的增加 我们学大量的虚产品 仅仅靠草原放牧是远远不行了 就必须要去种草 通过种养结合起来 才使我们获得更多的虚产品 那种养结合在全国范围内的 开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种养结合 现在全国已经大面积铺开了 但是做得比较好的 主要还是在农牧交叉区 特别像你像青海省 他们这几年呢 在青南高原地区种地牧草 他们的效果就比较好 我们就请您龚厅长来过来 解释一下这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 青海农业农村厅的副厅长 龚爱琪 龚厅长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欧老师好 龚厅长我们首先想了解一下 就是青海牧区和全国其他牧区的区别是什么呢 要说不同呢 就是青海地处青藏高原 海拔高 气候独特 生态脆弱 牧区占的比重比较大 占到全省96%以上 农区占到4% 龚厅长那青海是怎么样去推行 这个种养结合的呢 青海在推行种养结合方面呢 牧区和农区有所不同 在牧区呢 我们加强了对天然草原的寄木和管户 按照每三到五万户的标准呢 设计一个管户员 这些管户员呢 主要负责对草原的寻查和看户 这些管户员大部分来自于建党利卡贫困户 那么这样呢既保证了草原有人看管 同时解决了牧民的脱贫问题 另外我们还注重对平衡区草原的合理利用 对这部草原呢 我们主要是严格控制载序 实行移草定序草区平衡管理 在牧民帐圈周围呢 来种植捐窝种草 这些四草主要用于冬春生绪的故事 在农区呢 我们结合两个次项目 草区结合为养而种 由公司或者合资式流传土地 大力发展农区虚草物业 有效的提高了虚草物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通过种草 农民认为效益很好 梅牧的四草种植呢 比种粮增收达到300块钱以上 通过种药结合 有效的缓解了草叙矛盾的瓶颈问题 同时促进了虚物业的发展 和农民的增收 龚厅长 目前寄木的范围是在百分之多少呢 清海的寄木区啊 占到全省可利用草原的百分之五十一 那这些寄木区的牧民 他们是如何安置的呢 一个呢 就是把牧民组织起了 组建合作社 发展生态虚木业 通过把草场和僧序等生产要素 整合入股 对合作社呢 进行股份制改造 然后呢 由合作社 把牧民呢 分工分业 挑选出一部分 会经营的牧民呢 去放牧 对剩余劳动力呢 把他们组织起来 在县城或者城镇附近 开展一些餐饮商铺经营 增加收入 再一个呢 就是结合国家 不想政策的落实 每个牧民呢 能够收入资金呢 2500块钱 加上管护员收入呢 每户牧民呢 能得到1.8到2.1万元 好的 谢谢拱厅长 与我们连线 谢谢您 听了拱厅长的介绍 我觉得他们当地 就在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们的农区种的是草 然后草卖给了牧区 等于说农区的收入提高了 牧区养的牛也变好了 到冬季的时候 牧区除了母须 跟小须里面以外 其他一些公须啊 或一些接养 这些就都处理掉了 就尽量地减少这个草场 压力 如果说把本来应该 种粮食的地方 改成了种牧区 发展牧业 那对生态环境会有影响吗 肯定是 咱们现在指的这个 尤其这个土地啊 种多年以后 它就会越种越积薄 这牧区啊 它有根流菌 它能够把咱们空气中 就淡气固定起来 不单单是给家具提供牧草了 而且更主要的是 养地 肥田了 这个在国外 这是像美国啊 他们都把这个牧区种完以后 种五年以后牧区 在轮座其他种别的作物 基本上都不用施肥啊 那这草叙一句话 听起来就很科学啊 对 那全国推广怎么样呢 各地都在做 但是更主要的来说 还是在我们这个 农物交错系列一块 其实这个像这个草 跟这个田呢 就轮座这个方法 早在上个世纪的 五六十年代 俄罗斯啊 一些国家 他们就开始做东西 我们国家近几年了 才在做起来 那北方现在 进牧区的范围 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和草叙一体化的推广 会不会有矛盾 这个没什么矛盾 进牧就是因为 这草地退化了 退化就是 就想的人得病了 就让它先休养一段时间 然后慢慢它再过来 对这个农区啊 我们用农区或农物交出去的 一部分土地 拿着种草 这个去置换草地生态 我们讲就由于这个词 就应该我们专业的 叫生态置换 就我们农区种些木草 减轻天然草原的压力 是总有的说法 其实还是为了把畜牧业 再发展起来 随着我们人们生活物质水平提高 就说人们要求的这个肉蛋奶 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 要解决多的问题 像草原药是不可能的事了 因为我们草原那一块 就是它的压力很大 再多药它就容易造成草原退化 只能去向这些农区 或农物交出去 药肉要带药奶 这一点呢 我真的是深有感受 你知道吗 其实我经常会觉得 这个牛羊肉的价格是 年年都在涨 我总是在想 这会不会和禁木有关系 是不是牛羊肉越来越少了 这个不会的 我们现在牛羊肉生产的 主要地区不在牧区 在农区和农角色区 尤其在我们国家的南方 牛羊肉是南方产的吗 我们现在牛羊肉的 大概四分之一就来自于南方 天哪 我倒知道云南有一些 有山的地方是羊羊的 但是平地我没有见到过 羊羊的 咱们国家的山东跟广东 是两个兄弟大省 他们提供我们国家 很多很多羊羊名 山东广东 也不是我们新疆 西藏 他们原来是传统雄业市 但现代雄业 咱们就说 极越化雄业 是这两个省 所以在南方养羊肉 现在已经成立了一种 很效益高的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 被自己的主观印象欺骗了 我认为羊牛 都是草原上来的 或者是高原地区过来的 我想问的问题是 南方哪来的那么多的草 它没有草原 南方的草 这个草原 也主要是来自于 这个种植牧草 种植牧草 就是这个南方 虽然是没有草原 但南方有大面积的 草山草坡 也就是原来山上的一些 灌木或者一些桥木 它被火烧以后 火被砍发以后 就形成草山草坡 就不适合种地的那些地方 现在是种成了草吗 咱们南方 种植牧草潜力非常大 在南方种植一堵牧草 就相当于咱北方 三十亩左右的天然草原 所以种植牧草在南方 通过种草来养墟 这几年成效非常显著 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 这个江西农业大学的 好的 欧阳科会教授 好的 他也是江西省 牛羊产业体的首席科学家 好 这一话题 我们要连线的是 江西农业大学的教授 欧阳科会 欧阳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王老师好 欧阳老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南方的草地 是什么样子的 它有什么特点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特别是北方的人 不太清楚 我们南方的草地 很多被称作草山草坡 为什么呢 因为南方山多 我们的草地 大多是分布在海拔 高度在2500米以下 以及500米以上的 这个山地丘陵坡地 所以的话呢 被称作是草山草坡 这个南方草原和百方草原的 生态形成原因是不一样的 我们南方的草山草坡 大多是森林遭遇了大火 土壤干旱以后 或者是在村落周围 人们这个打草 砍柴 把这个树木破坏之后形成的 大多数是散落在 这个森林和农田之间 我们被称作南方生态系统里的 一颗颗明珠 当然也有一些的话呢 是在我们山顶上的 这个很大片的草地 比如说江西武东山的 这个中高森草场 也是非常漂亮的 一个大片草地 那像这样的草场 在南方多不多呀 以前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号称是有 10亿亩草山草坡 大约占到南方国土面积的 30%左右 不过这些年来 一方面因为全球的气候变暖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农村里面出去打工的人多了 烧煤气啊 用电的多了 那打草砍柴的少了 所以很多草地的话 慢慢地就逐渐 扁替成这个森林 再加上一些城镇周边的草地 大多数被开发掉了 所以现在就估计 大约只有以前的 10%到20%左右了 那南方的这个 畜牧业的发展占比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百方草原静木 在南方大力推广 我们的种草养饰 现在的话呢 大概提供了全国 十分之一的牛羊肉 南方地区已经变成 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 一个训练产地了 南方地区因为一年四季 它的气候比较适宜 我们的仙草能够收割 四到六次 所以到了冬天 饲养的牛羊 它还不会调标 草地训练的这个收益 都是比较高的 我们专家们已经证明了 如果说中国南方 能够好好利用的话 南方的收产品产量 相当于两个新西兰 我们发展这个草工业 主要是三种方式 一个就是推广我们的 天安草三草锅的改良 利用我们天安草地来放牧 第二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建立高产的人工草地 发展色色育肥的养殖模式 还有第三种模式是 开展咸田种草 草田作 来补充我们市草的不足 因为我们南方气候好与水充足 所以像我们的天安草地改良以后 可以很轻松地达到 每亩大约两到三吨的产草量 如果是人工草地的话 就是我们农民在家里面 这个山地啊 这个田地里面种草的话呢 一亩地的产量能够达到十吨以上 就是说我们的一亩地就可以养 一头牛还要多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 幼灵地 果园 这些地方的话 也可以发展我们的草地蓄叶 那么在这里种植木草的话呢 还可以预防水土流失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地区的草山草坡 以及一些非竞争性的耕地的利用率 其实还只有30%左右 所以可供开发利用的这个草地资源的潜力 还是相当之大的 因为和北方不一样 就他们是以草地蓄 我们可以以蓄来定草 所以说能够合理开发利用 我们南方的草山草坡 能够发展种草养牛养羊的话呢 我们将来的这样一个潜力 一定是会超过百方木须 欧阳老师 那南方主要是种什么草呢 也是紫花木须吗 不是 我们南方的话呢 有独特的像这样一个 气候以及土壤的条件 像我们身后 我身后的话呢 就是这些草 就是我们常常喜欢种植的 对 好大呀 很高耶 你看这种的这个高温草 对比较高 有这个2米5以上 这些的话呢 就是这个 种的比较多的象草 所以说象草也可以长到2米多 而且很茂盛 那么它的产量的话呢 可以达到10到15吨 我们有一个农户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牛场的话 种的特别好 像它肥料用的都是自家的牛粪 浇水用的是枣叶 所以像它的产量 可以达到30到45吨 这都是很可观的 比如这边还有的话 就是就是 我们的青苏玉米 也是南方比较喜欢用的 一茶可以种到 这个一磨 一磨有4到6吨的产量 我们可以种两茶 所以东方的一年产量 也有这个10分左右 利用这样一些高产木草 就能够实现 我们的一个高效率养殖 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们冬天在这个农仙田里面 还会种植这个黑麦草 除了最冷的一月份 这个黑麦草都是绿的 所以说南方的牛羊 特别幸福 一年有十多个月的 这个青草可以吃 是 那如果跟农户说 把粮食推掉 现在开始种草 他们都愿意吗 开始肯定是不太愿意的 为什么 因为南方的话呢 种的之前种的是什么呢 种的是水稻 花生 油菜 种这样一些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因为自古以来的话 我们就是以粮为钢 所谓的这个猪粮安天下 这个哪里有去种草的呢 是吧 那一年我从王老师那里毕业的时候 回来跟我们的农民讲 这个种草养牛 他们也都在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南方的话 一直都是种粮食 种粮食的话呢 它的这个苗栖 它要去拾田 就是要把这个田里的这个草的话呢 给抛干净 那眼睛里面是建不得草的 所以看到草的话都要除掉 不光是要除掉 而且还要斩草除根 所以说的话叫他们去种草 那想不通啊 再加上的话 他们一直以来的话都说 外面山上的话呢 全部都是这个草 牛随便去吃 为什么还要再种呢 那就要去跟他们讲 我就跟他们说 以前的话呢 我们养牛是为了耕田 对吧 那现在是为了 吃肉 是为了挣钱 以前的话呢 一家一户的话 养一头牛 现在你要养几百上千口牛 所以的话呢 这个人要吃粮食 牛也要吃粮食 它的粮食就是牧草 那光靠外面的这样一个天安牧草 野生牧草的话 一个是量不够 另外一个的话呢 营养也跟不上 现在种草的话 给这些农户 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之前祖祖辈辈都是种粮食的 那就是说最朴素的一个观点 种完了粮食 我自己吃饭是有网证的 但是现在种这个粮食作物的话呢 我们这个农业的受到的这种水灾啊 旱灾天灾的话 比较多一些 觉得产量上不是很危险 另外的话呢 现在粮价还不是很高 因为我地主要挂费农药 赚了很多钱 所以农民必须要出去到外面去 到公共的外面去打工 才能够维持他的这样一个生活 这个视权 那现在种草 那很多地方的话呢 每年的年收入可以达到一百多万 哇 好的 谢谢欧阳老师带来的介绍 谢谢您 同时呢 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记得下载手机应用 央视频 搜索大地讲堂栏目 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我们也会在互动留言的 网友朋友们当中的随机抽取一个人 送上我们特别的礼物 那如果是 种植改良品种的牧草 和天然的优质牧草 它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确实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种的牧草啊 我们通过现在的科学技术 培养以后 比如说我们培养一些 比较这个蛋白含量比较高的 这个碳水化物含量比较高的 这些牧草 我们有目标去培养的 这个天然草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样 比如说我们种植牧草以后 我们可以 一个是它营养品质提高了 另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获得大量的 优质的牧草 你比如说像我们每年呢 种植一亩牧草 我们可以获得几百公斤 到几千公斤的干物质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国内的好多这个企业 这个乳企都是靠重养的 我们可以请出国内著名的 来企业家呀 高丽娜女士 她这方面比较了解 好的 我们来连线一下 国内知名的牧业企业家 高丽娜 高总您好 主持人您好 王教授好 高总听说您是专业的养牛人 所以我特想问问您 您的牛都是怎么养的 能有哪些特点呢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拥有24万头奶牛 我们养殖模式呢 是集牧草种植 奶牛养殖 乳品加工为一体的 全产业链的模式 我们也是国内最早实践 叫重养加一体化的 这么一个企业 也就是说 上游有种草 中游养牛 下游有加工 奶牛规模化 饲养以后 对牧草产业 所带来的最大变化 就是过去啊 奶牛在草场上 有什么草 它吃什么草 因为它是自由采食 而现在呢 奶牛是需要什么草 我们就种什么草 采购什么草 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 对吧 草原的退化 已经不能确保奶牛 得到它所需要的 丰富的那些营养了 而优质的牧草呢 又是制约 奶牛产奶量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奶牛从草原的 那个散养 来到了规模化牧场以后 对它的生活水准啊 是提升了很多 可以说是过上了 富足的生活 王教授提到的 霸上地区啊 也就是塞北那个地区 我们也建设了 四万多头的一个牧场 就是过去那些 养牛的牧民 现在都成了 我们牧场的员工 高总那你那边 现在已经开始 自己在种草了 那还需要从国外 进口草吗 近几年呢 国内的草产业发展 有了很大的提升 国家给予了一些支持 国内也有了 自己的草产业 很多的规模化的 一些种植企业 应运而生 形成了草产业加工的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现在有些牧草的种植 包括加工的质量水平 已经达到了 国外的水平 现在即使没有进口 国内的牧草 基本上也能满足 牧场的需求 高总呢 除了牧虚 还需要种其他的牧草吗 一般都是 怎么样去分配 种植的时间的呢 我们现在 主要是种一些 花牧虚和燕麦草 花牧虚有很高的 蛋白质和粗纤维含量 这是奶牛非常需要的 还含有一些 非常丰富的 微生醋和矿物质 它具有牧草之王的美育 也是一个多年生的 豆壳的牧草 就是说你种上这一剂 可以连续五年都 每年都可以收割 不用年年种 南方地区一年 可以收五到六茶 它就长到它蛋白含量 最好的那个时间 就差不多一个月吧 基本上就能喝一茶 北方呢 大概因为受气候影响 一年可能可以收两到三茶 另外还有燕麦草 它是一年生的 河本科的牧草 在北方春夏季种植 在南方呢 是冬天种植 就和冬小麦一样 无论怎么样的种植吧 是冬春的季节 都是枯草期 正好都是空档嘛 那冬春季节的这个牧草呢 主要靠夏秋两季 收获的这些牧草来解决 当然也都是一些 规模化的这个种植 那牧草呢 每年必须均匀的供应 那牛的日凉 也必须一年 保持一个不便 好的 谢谢高总 我相信有了放心的草 老百姓才能吃到 放心肉和放心奶 谢谢您 不客气 谢谢 王老师 其实我听了高总的话 我还会有一个担心 就是我不知道 人工养殖的四草 会不会到了冬天之后 也会断货缺货 让牛羊少吃的呢 咱们养的家序数量 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到冬季去 如何提供大量优质 这个四草四料 这是个问题 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国内一些 这些企业家和专家教授们 想了很多方法 特别是我们在内蒙子这些 他们创造性的 搞了一个草银行 草银行 对 草银行 就是让家序 在非生产季节 就像我们到银行取权一样 把钱取出来 这些话 那么非生产季节了 我们到银行去 拿着草回来 这叫草银行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 草银行的负责人 李国财 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王坤老师好 普通银行的话 肯定是先存后取 你得有自己的账户 我不知道草银行 在这方面是怎么操作的呢 每年的一月份 是牧民和草原上的牛马羊 最难熬的日子 那时候天气恶劣 经常会大雪风 但其实对牧民来说 最重要的是 他们饲养了一年的牛马羊 他们这个时候 去手的是过冬的牧草 所以草银行存在 是非常必要的 草银行就是夏季的时候 牧民将草原上的牧草 收割回来 留够自己用的 多余的 拿到草银行 存草便存钱 那么我们草银行呢 就以市场价格的 市场价格 给牧民现金 那么到了冬季缺草的时候呢 草银行呢 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 再给牧民回购回去 那么我们说叫 存钱便存草 还能有效地防止 冬季牛羊调标的情况 你总的假如说是 低于市场价格收购 再低于市场价格出售 那草银行怎么生存下去呢 那么丰年牧草富裕啊 我们也会以 和市场的价格正常出售 那么只有遇到牧草 这个短缺的时候 草业银行才发挥 这个抗财储备的这个作用 那么这种牧草储备 不仅能起到平易物价的作用 而起到有备无患 李总那这个草的储存 它肯定是新鲜的存进去 那取出来的时候 它也是新鲜的吗 牧草储备与粮食储备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自然量饰 水分控制在十四以下来储存 那么储存 在我们的储备库里 大多农村储存两年 那就是说其实草银行 还是真的能发挥 像真正的银行一样的 这种价值的 它是具备这个条件的 那么目前我们主要在牧区 我们就希望牧草银行 像粮食储备一样 在我们的牧交错带 都建设一些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 国家的一些政策支持 存草其实和存粮是一样的 那么实现藏粮于草 藏粮于肉 谢谢李总 谢谢李总 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概念 谢谢您 谢谢 王老师就像这样的草银行 咱们国家都有哪些地方有 这个我们农牧交错区 对沿线各社们呢 像从东北的黑龙江 到内蒙古 到咱们往西左宁夏 包括咱们这个甘肃 青海 新疆 西藏都有 它这个草银行 解决了好多问题 你比如说 尤其我们在东西 像牧区 容易发生黑灾和白灾 黑灾呢 就只得有沙尘暴 白灾就是雪灾 那么有的 应该草银行就 我们不愁了 那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 使用的时候 我们直接去取出来 我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是觉得您是真的 非常的爱草原 发自内心的 它不是一个 单纯的专家的角度 您是真的自己就很爱 您是北方人对吧 是 是内蒙人吗 我就出生在内蒙自治区的 一个农牧交错带的县 在宁城县 那您几岁的时候 离开的家乡啊 我是后来上大学出来 上大学就走了 对 我大学学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 他到加拿大留学 现在加拿大农业部 也在主管 农业部的一个主管草原的部 那您家的话题榜的榜首 永远是草原 肯定是坐在一起 聊了一个主题就这些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现场的观众有什么问题 要问王老师 我们来连线第一位观众 他是一位草原上的牧民 他叫巴特尔 巴特尔您好 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是来自西能沟道大草原 南部区域的牧民巴特尔 我们那属于人多地少 草原生态破坏比较严重的地方 我们这是从2002年开始 根据国家这个政策 以及是全年静木的一个区域 虽然因为静木 这几年这个生态恢复得很不错 但是我们草原上的很多草种 像营养价值高的 牛马羊爱吃的山豌豆 还有羊爱吃的小耗子 还有一些富有中药价值的草已经是不常见了 反而是长了一些狼争草 狼争草就是一种针尖草 从2012年开始我们就是种这个紫花木区清除 所以我们这个牛羊是不愁吃 但是作为一个牧民 好像是想让自己的家乡回到那个最初生态多样的一个样子 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已经现在是静木了 但是这些草还是灭绝的呢 然后如何让这些草再回到我们这个草原上呢 巴特尔的问题是非常好的 这个草原那些草为什么会一些优良木草没有了 而且长些就是不好的草 对 也没人吃它呀 对呀 它这样 就是咱们草原呢 之所以退化 就是因为家序过重了 你比如说这一片草原只能放100个家序 它放500个家序 这就过重了 过重家序以后 家序先吃啥 肯定先吃好的 它就这些好草就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生长的机会 它们都是挑食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青藏高原呢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修青藏公布的时候 那个时候破坏草原的时候 破坏一个草地的那个情况 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仍然没有回复 就青藏高原呢 它因为那是高寒地区 土质也比较疏松 它更容易造成退化 恢复得非常难 五六十年 内蒙古高原的情况比它稍微好一点 就像巴泰尔这个地方我去过 这个地方属于半干旱 这个草原地区 这个地方草原退化以后 一些有点木草 确实像它说的那样 一些像一些好鼠之窝 也包括一些其他一些 咱们里当的一些豆壳木草 都消失了 没有了 它所说的这个狼人草 就是咱们指的是一些真毛 这些东西 对家序皮肤特别有刺激作用 这些草长了以后 要么对别的草 对家序是有危害的 我想回来是肯定要回来的 这个草将来一定能够 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 但是一定要有时间 这个时间恐怕 得个十年二十年时间 所以只要我们耐心地做下去 我们把草地威风实在利用 但是另外这里要是 我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说一句话 就说是草原一定要记住 草原不是不利用就最好 草原虽然是过度利用不行 但是不利用也不行 要科学利用 科学利用 就跟我们的韭菜一样 韭菜割才可以 它才涨 它才涨 如果不割的话 韭菜就老死了 巴特尔 王老师的回答 您满意吗 满意 谢谢王教授的解答 好的 谢谢巴特尔 谢谢您 巴特尔今天也是盛装 来听王老师的演讲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下一位观众 什么样的问题 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 一位研究生 他叫王婷 王婷 你好 嗨 主持人您好 王老师您好 我是王婷 我来自宁夏 回渡私治区 毕业于宁夏大学 草原科学专业 今天我带来一个 小小的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 在我实习的时候 去了宁夏雇员 永屋山 变形草原 这里的气候 就是年浆水 大概在400毫米左右 土壤也比较贫瘠 所以当地的农民 一般都是种植一些 传统的农作物 比如土豆啊 小麦啊 这些农作物来维持生计啊 所以他们也会搞一些养殖 就是不多 就是十几或二十几头 牛啊 羊啊 但是呢 当地实行了这个分山进墓的政策 所以农民啊 他只能就是晚上进行偷墓 这给当地的管理者 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而且呢 就是对草原的伤害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 就是有没有好的管理办法 可以减缓农民偷墓 与这个分山进墓政策之间的矛盾 首先我们要说这问题 就要谈到牧民为什么偷墓 牧民偷墓啊 因为没草 这又说到格上又是没草 那在没草 要想有草怎么办 我们就得种草 宁夏自治区啊 是我们国家全省寄墓的第一个省 它从2002年就开始寄墓了 不让放墓可是这个家具吃啥呀 这个老百姓这个牧民啊 农牧民还得要活呀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政府跟农民就有一些矛盾 老百姓就白天不让放 晚上就去偷墓去 是这个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呢 后来这个宁夏自治区政府 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就大力发展种草 其实我们国家 在这个种草这个先行的地方 宁夏走到前面 他们利用大量的这个土地 来种植牧草 然后再饲养家序 到现在为止 宁夏自治区虽然还在寄墓 草原生态恢复得非常好 原来宁夏这个自治区 他们有好的地方 都是半荒漠地区 植被比较稀疏 这几年绿起来了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省取数量并没减少 还增加了 这就奇怪 完全是靠种草 农民的经济效应上来了 生态又恢复了 确实在宁夏就体验出来了 就是通过种养结核 这在宁夏最好的体现 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的 根本办法还是种养结核 对 而不是投鸡 而不是去偷墓 对不对 就是说你得要去通过种草以后 来缓解这个危机 这里我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种一亩人工草地 就相当于十亩到二十亩天然草地 所以这就是我们起的一个 腹底抽薪作用 你硬要不让农民去放弃 这个矛盾解决不了 好的 王婷同学 王老师的回答你满意吗 谢谢王老师 您的这个回答我非常满意 谢谢 谢谢王婷 谢谢 好 央视频的网友朋友们 现在呢 应该也跟着我们 央视频上的直播 一直在给我们留言互动了 那么到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马上就要揭晓 王老师给各位网友朋友们 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啊 我们会随机抽取艺人 咱们请王老师告诉大家 一个是我们专业的 大家可以需要草种 木须草种我们给 是紫花木须的草种 可以 各种草种都可以 各种草种都可以 有没有在家里可以种的 可以 可以 种什么草呢 什么草 家里都 那比如像一些这个 沿街草 也有一些花坡种些草树 都有 阳台上我种一圈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再提供一份 优质的 由我们优质牧草生产出来的 一个好奶 一项好奶 好的 好的 今天的礼物非常好 又能改善自己的胃口 尝一尝好的奶 到底是什么样的口感 对不对 然后又能可以改善一下 自己身边的环境 当然我是希望 我们抽到的这位网友啊 你可以告诉我们 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紫花木须的草种 那么如果说 你真的是一位牧民的话 这很好 就可以和王老师联系 拿到最优质的草种 回去也改良你自己的木页 那王老师 我们还得请您送上第三个礼物 您是来自草原的孩子 您得给大家唱一首草原的歌 行不行 好吧 来 我想唱一个离别草原 好的好的 难忘你的回首 难忘你那一梦 难忘草原的小路 难忘花落随风走 今宵旧行何处 一时花灯高楼 就唱这儿吧 就唱这儿啊 就唱这儿 没有听够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其实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 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 优质的草地 一定会有回来的那一天 但是不是现在 我们要去坚持 坚持重养结合 坚持推耕环草 坚持进木 这也是我们这代人 应该做的 因为就像是 赤乐歌里面描写的 那个场景那样 在未来 某一年一定会回来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 现牛羊 谢谢王老师 来到我们的大地讲堂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 网友朋友们 发现乡村 读懂中国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